宝贝号热气球 进入深秋的绿森林特别美丽 夏日绿绿的树啊草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染上了绚丽的色彩非常好看 上学路上阿美璐和微微兔一个劲儿的赞叹美丽的秋景 多多哥听见了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 你们根本想象不到从空中复视绿森林是什么感受 那才叫美呢 不要以为你会飞就了不起啊 我们肯定也有办法飞起来 我们能飞起来 那让我就不怕睡懒觉上学迟到了 嗯 光靠我们肯定是飞不起来的 呃 如果我们借助于 哎 百科全书上面这里写了 热气球 热气球 太棒了 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 耶 就是热气球 我们今天放学之后就开始做 就这样经过一星期连夜作战 热气球在呵呵龙和他的伙伴们的手中诞生了 红色强化尼龙做的气囊 棕色藤条编制而成的吊篮 吊篮四周放置了四个专用的液化气瓶 吊篮内还装有温度表 高度表 升降表等等的飞行仪表 哼哼龙望着燃烧着火焰鼓起的红红的巨大球囊 激动万分的挥舞着双手 耶 我们成功了 哺哺蚂蚁爱不释手的一会儿摸摸棕色的糖条 一会儿摸摸飞行仪表 喃喃自语的说 嗯 完全符合标准 真美呀 阿美露和微微兔兴奋地围着热气球 跳起了欢乐的舞蹈 而安琪熊则干脆爬进了吊篮里躺下来 拿出眼罩戴在眼睛上 哦 太好了 看来我闭上眼睛睡觉也能飞 安琪熊话还没说完呢 就睡着还打呼了呢 要不我们为热气球取个名字吧 就叫宝贝 嗯 它不就像是我们的宝贝那么宝贵吗 终于 一个太阳出身的周末清晨 巨大红色气囊拖着绿吊篮 宝贝号热气球 再者呵呵龙和步步蚂蚁等六个好伙伴 慢慢地伸到了绿森林的上空 热气球开始顺着徐徐微风平稳地飞行 多多哥突然失信大发 啊 美丽的绿森林 我已经感动得开始起鸡皮疙瘩了 嗯 不行了 我已经开始头晕了 嗯 嗯 等等 不 不对 嗯 我现在真的开始晕了 波波蚂蚁突然警觉起来 果然 刚刚晴朗迷人的天空 突然变得乌鱼密布 一股强烈的旋风将热气球吹得团团转 六个伙伴在吊篮里东倒西歪站立不住 救命啊 哎 我要吊篮 哎 我要吊篮 紧紧闸路 哎 我要吊篮 开关了 直接热气球 随着这股旋风迅速地往上窜 火焰越来越旺 并且开始扩散 不好了 气囊 着火了 我们也没办了 快 关闭燃料瓶开关 哼哼龙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试图找到开关 不 不 不 这样高的空中硬着路 我们可能会没命的 哼哼龙 你等等等等 我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我的百科权术在哪里呢 时间紧急 这火焰马上要我们命了 硬着路我们还可能活命 别忘了 我是这回行动的队长 我负责 哼哼龙尽力地睁开 波步蚂蚁的手 果断地关掉了燃料瓶开关 哥哥哥哥 赶快飞回地面求救 齐火的热气球迅速地往下降落 紧接着热气球 歪歪扭扭地悬挂在 几棵大树之间 气囊继续在燃烧 并且几株树枝也被引燃了 惊魂未定的安琪熊大哭起来 我的衣服烧着了 快脱掉衣服 呵呵龙看着安琪熊 还蹲在那里嚎啕大哭 没有动静就冲过去 哗啦一下 将安琪熊刚有一点着火的衣服脱掉 紧接着一声令下 大家赶快顺着这棵树爬下去 这么高 光不敢盘了 我看这里还是暂时比较安全 要不我们等多多哥的救援队 不行 你们看看 气囊还在继续燃烧 那几株树枝已经燃起来 这一旦锋利加强 后果不堪设想 哼哼龙边说边脱下外套 乖 将你们的外套全脱下来 记上 于是大伙儿用衣服做成的长绳 系在树梢上 长度几乎快要到了地面 在哼哼龙的指挥下 大家一个一个的顺着衣服长绳 滑了下去 胆小的威威兔 是在一声接着一声的尖叫中滑下去的 怕高的布布蚂蚁 是紧闭着双眼滑下去的 而安琪雄是滑到了中间 直接噗通的摔下去的 就在哼哼龙最后一个抵达地面的时候 只听见树上啪的一声巨响 宝贝号热气球就这样爆炸了